女孩下班正要去坐公交 身旁的醉酒大叔突然摔倒 他好心上前搀扶 却被大叔死死抱住 看到女孩被骚扰 司机不但没有救他 反而直接把车给开走了 善良的智雅只好背着老人送他回家 走着走着他发现了不对劲 背上的老人越来越重 而且听不到他的呼吸声 顿时有些不安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 智雅劝大叔以后少喝点酒 大叔非但不领情 还说你应该感谢我 这时一辆出租车经过 智雅赶紧拦下了他 一回头却不见大叔的身影 司机也说从头到尾只看到他一个人 再一看树下多了一尊木雕 眼睛上有道伤疤 其实大叔正是木雕所变 智雅坐上出租车去赶公交 他还不知道 此时的公交车已经出了车祸 当他赶到时才明白 原来是刚才的大叔救了他 眼前的场景让他想起了 小时候的那场车祸 同样的路段 父母就是在狐狸里离奇失踪的 他急忙上车查看 除了刚才那个女学生 其他人全都死了 李然也不知去向 随后她来到医院探望女孩 问她是否还记得公交车上发生的事 女孩一脸呆滞 当她拿出李然撑伞的照片时 女孩忽然激动起来 走出病房 智雅居然碰到了李然 而她正在打听女孩在哪个病房 智雅问她新娘失踪和公交车车祸 是不是与她有关 李然没有承认并让她拿出证据 智雅把包扔给李然 李然不屑一顾将包扔还了回来 智雅这么做的目的是获取李然的指纹 为了保护女孩 智雅把她带回了家 关上门女孩不再惶恐 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女孩也是狐妖 公交车上的人全是她杀的 然而她向智雅撒谎 说这一切都是李然所谓 看着女孩惊恐的表情 智雅上前安慰她 一不小心打破了玻璃杯 她弯腰收拾碎片时 询问女孩那弯腰去哪里 女孩收拾回家 智雅捡起一块玻璃 抵在了女孩的脖子上 女孩笑了笑 一转身竟然变成了一个男人 正是向她提供李然线索的眼睛男 智雅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李然出现了 两个狐妖蚁极快的速度打了起来 这简直是非人类的操作 通过两人的对话 智雅得知原来眼睛男 竟是李然的弟弟李朗 而他们还不知道 智雅早就在房间内安装了摄像头 记录下了这一切 眼看自己不是李然的对手 李朗提出停战 李然双眼放出金色光芒 对追出来的智雅说道 隔天智雅接到警官打来的电话 说上次的指纹已经确认过 查不到李然这个人的任何信息 当李然回到家的时候 电脑正播放她和李朗打斗的话 而智雅就站在阳台上 说着她坐上阳台向后倒去 身体从高空坠下 李然无奈只好暴露了狐妖的身份 接住了她 二十年来智雅一直在找她 她知道李然肯定跟父母的失踪有关 说完智雅一针扎进了李然的脖子 当李然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上 她告诉智雅自己并不知道她父母的踪迹 当年就她是因为智雅像自己的一个故人 可惜并未发现自己的狐狸金丹 智雅威胁要将李然的身份曝光 李然却不紧不慢地走到智雅身边 她用手划过智雅的眼睛 智雅瞬间就看不见了 眼看威胁不成 智雅将幽盘丢进了谁里 她知道九尾狐的天性是有恩必保 如今她帮李然隐瞒了身份 就是为了换取对方报恩 智雅希望李然帮助自己调查父母失踪的真相 并表示事成之后会主动忘记一切 面对这个跟阿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李然忽然有些不忍拒绝 她来到英间管理局 从夺一婆的口中得知 智雅父母的名字并未出现在生死部上 这就表示他们还活着 李然打电话约智雅来田罗姑娘的餐厅见面 母娘告诉她这是李然第一次带人类来这里 李然将查到的是告诉了智雅 二十年来没人相信她的父母还活着 智雅激动地哭了出来 这种感觉李然也感同身受 自己寻找爱人数百年却一无所获 晚上智雅在家观看小时候的家庭录像 回忆她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 突然电视出现一阵雪花 随后出现了父母站着的画面 妈妈把一团黑色物体从电视里扔了出来 智雅疑惑地捡起来竟然是一个窟窿 随着一声尖叫智雅从梦中惊醒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噩梦 第二天同事们闲聊时发现 昨晚大家集体都做了噩梦 这时编剧的电话响了 自己的母亲竟然意外去世了 而他们还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一种可怕的生物所为 他们专门靠吞噬噩梦为舍